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筛选 筛选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有很多很多个业务 可是我只要挑出其中符合什么条件的业务 也就是说 假设说今天我的公司里面有六个业务 那我只要找出小张与小咪这两个业务 请问一下小张跟小咪还有老王什么其他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小张跟小咪有什么共同点 都是小 对就是把共同点找出来 然后去做筛选条件 这样就对了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筛选 那筛选它也是放在资料以下的一个重要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怎么做到这件事 首先我们点选工作表 然后针对这个业务这边资料 自动筛选 然后在自动筛选这边业务 点往下的这个选择钮 也可以叫筛选钮 点选筛选钮这个地方 建议各位去输入小这个字 为什么我是这样建议 因为它这边本来就是设定是文字筛选的模式 只要你符合有小 它就会留下来 所以这边是不是看到就只剩下两个 那你一定会说 那我这边如果我要再叫回来全部的资料呢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有发现吗 这是它这边的设计 好点选确定 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已经做过筛选 能不能变成说不要筛选 当然可以 那我们来看 资料底下的自动筛选 再点一下 那所有资料是不是都回来了 好我们看一下咯 拉到最下面是不是2500点 对不对 所以取消筛选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 再做一次资料底下的自动筛选 这就是取消筛选